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是否与他人分享主耶稣复活的喜悦 让今天4月2日的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提前分尸的恩宠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20章第11至18节 玛利亚站在坟墓外边痛哭 他痛哭的时候,就俯身向坟墓里面窥看 见有两位穿白衣的天使 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 一位在头部,一位在脚部 那两位天使对他说 女人,你哭什么 他答说 有人把我主搬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 说了这话 就向后转身 见耶稣 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 耶稣向他说 女人,你哭什么 你找谁 他以为是圆丁 就说 先生,若是你把他搬走了 请告诉我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去取回他来 耶稣给他说 玛利亚 他便转身 用西伯来话对他说 拉布尼 就是说 师父 耶稣向他说 你别拉住我不放 因为我还没有生到父那里 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 我生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 生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 玛利亚 玛达勒纳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见了主 并报告了耶稣对他所说的那些话 感谢天主 在福音中 玛利亚玛达勒纳 在坟墓外痛哭了一场 因为他看不见耶稣 认为他心爱的耶稣不在了 失去爱人的悲伤、失落 让玛利亚痛彻心扉 泪流不止 然而 耶稣却能够理解他的悲伤、难过 不改他爱门徒 就爱到底的一贯风格 居然在复活后 最先显现给玛利亚 亲自与他相遇 也和他对话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多么疼爱玛利亚 提前将恩宠分尸给他 同样的 耶稣对其他门徒也是那么的体贴 他深深体会到门徒的伤心、欲绝 不忍心见门徒就此失望、难过 也因为一时失去领导而失去方向 为此 他要在未升到天父那里以前 显现给他们 我们有一个不害怕向自己的门徒 表达关爱的天主 今天 他也一样要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的爱 无论我们对他的了解和体会有多少 灵修程度有多深 人品如何 他都愿意透过最适合我们的方式 在生活中向我们显露他的爱 但当他提前将他的恩宠分尸给我们时 我们是否会察觉 福音中 玛利亚重新体验了耶稣的灵在 想抓住他 留在他身旁 但耶稣却邀请玛利亚把好消息传出去 让他的弟兄也能分享他复活的大喜讯 使他们也能从人生的悲伤失落中 走出来 见证生命最大的希望与光明 在这复活期 我是否也能把耶稣带给我的希望与光明 跟他人分享呢 请品尝试圣言 耶稣向他说 你别拉住我不放 因为我还没有生到父那里 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让我们品尝耶稣尚未生到父那里前 就显现给玛利亚的爱 有多大 多深 多细腻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 谢谢你如此爱着我 抚听我的祈祷 并愿意提前分施恩宠给我 谢谢你 谢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